所以我們準備上課 上一堂課呢 我們跟大家介紹了 言論自由權的問題呢 在決定審查密度上 決定審查標準上呢 我們有三種類型化的標準 一種是事前的審查 跟事後的懲罰 一種是雙軌理論區分 對言論內容的限制 跟非針對言論內容的限制 還有一種是雙接理論呢 針對區分高價值的言論跟低價值的言論呢 來對應不同的 不同密度的一個審查標準 所以我們以上一堂課呢 跟大家解釋過 74號解釋跟756號解釋 帶來的一個影響 那今天呢 我們要再跟大家做一個 統整式的說明 應該有很多同學呢 對於這三種類型化的標準 在決定審查密度上呢 會有一些疑問 因為有一些案例呢 可能三種情形都存在 那到底要運用哪一種審查標準呢 應該運用哪一種類型化標準呢 來決定審查密度呢 會產生疑問 是三種都要同時並用呢 還是擇依使用來決定審查標準 那大概可能會產生這樣子的疑問 大法官沒有對這件事情呢 很清楚的表態 那從最近的74號解釋來看 我有說過多數意見呢 就是多數大法官 那樣解釋 就是 744的多數意見呢 他 呃 把 744號解釋的見解呢 就是它是事前限制 它採取了一個相當嚴格的審查標準 但他們把這個見解呢 去局 呃 有說明說它是局限在對於 化妝品廣告的事前限制 所以 這樣子的事前限制採取 那麼嚴格的審查標準呢 可不可以也適用到 其他類型言論的事前的審查呢 這件事情呢 是沒有那麼的清楚 但部分大法官呢 在744的意見書裡面的主張是認為說呢 只要是對於 言論內容的事前審查呢 都應該要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 但這個畢竟是 個別大法官在意見書的一個態度 那744號解釋呢 可不可以 延伸到所有言論內容的事前審查呢 都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這件事情呢 還有待日後的觀察 那這個日後觀察呢 很迅速的就在7-756號解釋 看到不同 7-756號解釋呢 是屬於對於 受刑人呢 他的投稿呢 那進行的一個事前審查的一個制度的設計 那看起來就明顯採取了不是嚴格的審查標準 那7-756號解釋跟7-10號解釋 這產生的差別 那當然7-756號解釋呢 帶進來是關於預證管理的一個特別的需求 就是特別法律關係的一種概念呢 來認為說呢 你必須要給 呃 預方呢 比較大的一個行政管理的空間 所以大歡就不過度介入 而放寬了 審查標準的一個決定 那 這是他的理由 但7-14跟7-756相對照你就知道說 並不是所有言論的事前審查都必然會採取 就必然會像7-14號解釋一樣 採取嚴格的審查標準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7-156號解釋就可以看到 它不是絕對的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那 到底這三種類型化的標準 是併用 還是折疑 那在這件事情上呢 呃 我目前的看法是認為說呢 不一定要看狀況 然後就是呃 要看那個管制的重點在哪裡 就是對那個言論管制的重點在哪裡 如果對言論管制的重點是在於 他在乎的是這個言論內容講出去之前 一定要經過我的事前審查 如果這個法規範的重點在這個地方的話 那我覺得事前審查跟事後懲罰這一個類型化標準 大致上就決定了要採取什麼樣子的審查密度 至於後面的是什麼樣子的 我甚至覺得高價值低價值的言論事物也都不會產生太大的改變 那但是如果管制的重點呢 不在於你的言論內容要事前 經過審查才可以發表 如果管制重點不在這件事情上 而只是在於說你的言論內容如果出問題 我事後要懲罰你 如果是這種狀況的話 那雙規理論跟雙接理論你就要併用 所以確定是針對言論內容來的嘛 然後在於區分是高價值還是低價值言論 那當然也存在一種管制規範 一種規範的管制重點呢 是它並不是真的要去規範你的言論內容的 那如果是這種的話呢 你當然就必須要使用雙規理論來決定審查標準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不是很好理解的話呢 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上課舉過這個例子 就是105年司法官的考題 是關於廢棄物清理法去規定說 它授權給地方的支持團體呢 可以制定支持條例來規範說呢 就是制定支持法規 然後就規範說 它可以劃定特定的區域 然後在特定區域內呢 你不可以設置廣告物 不然你會被處罰 但你講到不是 在特定區域內如果你要設置廣告物 你要先經過主管機關的許可 那許可過後你才可以設置 那問你這樣子的一個規定的核心系 那你會發現說呢 這是不是屬於一種對言論的事情 首先你要先確定設置廣告物是言論嘛 那這個東西沒有爭議啦 那大家從577號解釋一直到744號解釋 就跟你講 設置廣告物 就是廣告是一種言論的表現嘛 所以它是受言論自由保障沒有問題 那它規定設置廣告物要先經過主管機關的審查 許可後才可以嘛 那這種其實屬於一種對言論自由的事前審查的一個設計 可是你會發現說這個規範設置的目的呢 其實並不是在乎我要事前審查你的言論內容 它不是要這麼做 它在乎的是說特定區域內我要維持環境的整潔 所以我不允許你任意設置廣告物 所以我要先確定你的廣告物會不會對環境造成傷害 會造成美觀上造成影響等等的 所以言論內容就變成不是它在乎的 所以雖然是個事前審查 可是它並不是在乎你的言論內容要事前經過同意後才可以發表 它不是在乎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的看法就認為說 事前審查跟事後懲罰的這個類型化的標準 在這種案例就變得不是那麼重要 可以齁 那這些案例像這種的規範類型 規範狀況呢 我覺得決定審查標準的重點就在於雙規理論 看是針對言論內容的 還是非針對言論內容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可以齁 那就算是針對言論內容來的 它也可能會使用到刺激效果理論的概念 因為它不是衝著 它直接的目的不是衝著管制言論內容來的 而有可能降低審查標準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聽得懂齁 我說過言論自由的三種類型化標準的問題 你今天考試是很有可能會再遇到 所以你要特別的注意 如果都沒有疑問的話呢 我們要把剩餘的一些言論自由問題 我們把它談完 就是我們要談幾個地價值言論 首先要談的地價值言論是 高價值言論沒什麼好談的啦 就是像政治性言論這種東西 沒什麼好談的原因是因為 它連過去一定是嚴格審查標準 所以談的空間就應該講你比較好理解 就不需要多做說明 但是地價值言論是不非常麻煩 因為它不會遵應到一個特定的審查標準 我們必須要個案的權衡 那我現在跟你講的是 大案解釋曾經處理過哪些地價值言論 它會連結到什麼樣的審查標準 因為考試大概就是考大案解釋出現過的 就是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第一個就是違憲性言論 那違憲性言論呢 假設我們先不看大案解釋了 我們現在就問你 如果那個法律是對違憲性言論的管制 在真點的設計上有可能有哪些 首先你要確定 它是憲法11條言論自由權的保障範圍 那我說這個可能會存在一個小真點 那我們大案解釋呢 在4617號解釋呢 是把它納入了 憲法11條言論自由權的保護範疇 那當然是因為我們對於 保護範圍的界定才是廣義說嘛 我們是盡可能納入 再從事後的核線限制與否呢 來處理爭議的一個問題 那這是來自於國家群野 其實它要走憲法23條的解體架構 那違憲性言論呢 還有另外一個大重點出現在 法律明確性原則的一個要求 那這個東西我們在談法律明確性原則的時候 我們講過了 我不要再重複了 那再進來就進入了比例原則的一個操作 那你當然要決定審查標準 以及